去年9月,台湾蔡英文总统主持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的加速器光源 台湾光子源启用典礼 当时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将台湾光子源比喻成航空母舰 其所散射的光束线就像是高性能的飞机 如今不到半年就已经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来台 将在新竹设立前瞻材料研究中心 同步辐射中心主任果尚志形容 这个中心就是要训练飞机的驾驶 科技三位一体才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果尚志说 科技部长杨宏敦指出 PMI是全球顶尖的研究机构 被誉为德国的科学摇篮 已经诞生了18位诺贝尔奖得主 每年在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超过15000篇论文 研究成果相当卓越 NPI的主任庄刘豪说明选择台湾成立研究中心的主任 第二个是与台湾合作20年的过程当中发现台湾的科学家非常积极充满能量 是很好的经验 他还说暂时没有在中国大陆设立研究中心的计划 因为台湾的研究风气比较开放 NPI未来也会加强与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之间人才的交流 清大校长贺诚宏说 NPI正式在台设立前瞻材料研究中心 未来台德双边每年将挹注280万人民币 有计划的培植科研新秀 也借着科技外交稳固台德双边的合作基础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